在地上 神会给我们封信 神会赐给我们恩典 虽然阿当的时候失去了 世人都是这样牢牢 但是神会祝福他所跟从他的人 我们看一看下面讲到 耶稣来叫我们得到封信的生命 就是我们讲到整个人有平安喜乐 并有永远的生命 给了神能够将很多封信恩典给我们 高龙德后书九恩八节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这个讲到什么 神给我们什么 恩惠 恩惠 给多少 多多 给很多 很多给你 叫你凡事常常充足 叫你能够什么呢 给各样的恩惠 是的 基督徒有封信不是要你逐留自己的 神都给我们享受 不过不要只为自己 是去祝福别人的 经常去将这个福气夺给别人的 所以魔鬼拿走的神会给我们 虽然不会回復这年元 但是神会赐给我们恩惠 赐给我们的能力 第三点就是 一起读一下 信了耶稣封信生命和丰富供应 不会自重来 我必须信靠为遵从神 我有信心夺回任何失去的东西 即是他不说我信耶稣 哇 啵啵啵 立刻有份工 不是这样的 是你要用时间建立自己 要去学习的 要读书的 要去找工的 你要去祈祷 为了找工祈祷的 要去努力的 即是我们都会有努苦受饭的 但是呢 神会祝福我们的 马帝福音六章33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即是我们要先求 首先你求神的国度和神的义 这些一切就会加给你了 神就会将丰富的恩典 加给我们 有时候很多人信耶稣 他只是想神给多一点我 他不是忘我去为了天国的事 因为神是想我们 凡是跟从他 要怎样 寻记 背着他的十字架 跟从他 耶稣是要更多人 是保识他的 我们是做小耶稣 我们不是做 什么都要拿的 好像 有些很义的BB 有些义的BB 什么都要 什么都要 爸爸妈妈妈不让他 哭 扭脊 不是扭脊 我们不是做一个扭脊 我们是一个 神给恩典 我们就要寻记 他说当你先求神的国 和他的义 你关心神的国的事的时候 这些一切就会加给你 因为神 他是看到你这个心 愿意去披生的心 下面诗篇十六篇第五节 我们一起读 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承量 吸我的地界 坐落在街尾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第九节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又要安然居住 这个神给我们很多东西 是我的产业 我的产业 最大不是我的房子 不是我的车 是神 神就是我的产业 祂是我的一切 祂是给了很多封定恩典给我的 祂是我杯中的份 每一个人收到一份 我收到一份就是神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这句经文我常常去祷告 我所有得的 这个教会神给我们的 神你持守 我希望你都这样想 我的生命 我所牢碌去做的一切 建立每一个人的生命 求神你保守 你持守 不要让魔鬼奪去 那你自己时时地 你说神啊 我的生命 不要让魔鬼奪去 当你一发觉 你一奪去 立即你就去停止 阻止魔鬼将你奪去 第六 而神就用 省量吸我的地界 坐落到街尾之处 譬如那些人去买屋 都很匆忙 很匆忙 很急 在香港他们买丑 那时在最旺的时候 买个丑也要一百万 有些地方 很夸张 买个丑一百万 可以排头位进去的时候 立即找到哪个单位 可能他已经想好了 研究过 那个单位对着海 那个最好的一个 他就立即冲下去 这个单位我要了 但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 神粮吸你的地界坐落 就是街尾之处 神给你最好的 所以我经常跟 弟兄姐会说 神会为你预备配偶的 你不用自己猛地去找 你自己找不到 反正你听神的话 神就将最好的人交给你 神粮给你是街尾之处 一定将最好的给你 或者产业实在是美好的 神将很多好的给我 因此呢 他前句第八字里讲到 我将耶华上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遥动 因此呢 我将耶华摆在我面前 所以我就心欢喜了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心灵和身体都舒服的 在神的同在身体都康复的 很多人我见到 很多人跟我同年的 整个呢 老人家那样 他见到我的时候 他说 哇 你跟我同年的 好像不太迟 另一个思想 很多跟我同年的人 已经不懂得想 不懂得去学 但我可以学 很快学到 因为神将各样的给我 有聪明智慧 并且身体是健康的 我们都保守 因为这个是圣灵的电 我们要切切地保守 神所赐的圣殿 不要将它糟蹋 当它糟蹋之后 很难回头的 什么手术都不能回到 最原初的那个 所以希望我们都 将这个丰盛恩典 是保持 是努力的 是吧 努力得回来的 不要说 唉 我想耶稣就可以了 自然一样都会好的 不会的 是一定你付出努力 但不是你的努力得回来 是神的恩典给你 你努力的时候 你是拿到神的恩典 就是神给你的 已经为你预备好的 你努力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的 那我们怎样呢 这里怎样去拿回呢 第一 分析一下自己有些什么 失去了 譬如你的喜乐 是不是你整天都不开心呢 是不是爱心失去了 对人的爱心 是不是自信心失去了 是不是你的人生目标失去了 就是你做人不做什么 有些人整天都好像 蒙茶茶那样 哎呀 都不知道做什么上学 哎呀 上班都不知道做什么上班 就是你时时想想 我怎样可以祝福人呢 如果你发现你已经失去了 你神 让我知道哪些东西 我失去了 或者好的圣情 已经整天都很猛烈 你说话 很急躁的 这个不是神的心 对吗 如果有些人跟你说话 你会说 啊 为什么这么说话 很猛烈 这个已经被魔鬼拿走了 第一 你知道你有什么是被魔鬼拿走 你的罪性拿走了 还有为什么你要失去 是不是因为你懒呢 因为你爱世界 因为你的罪 因为你不关心神的事 因为你没有信心 什么原因都好 你知道什么原因了 第二 就是相信神可以给你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真的呢 我看到周围 哇 神真的很美丽 做的事真的很美丽 那我就会相信 神你现在可以给我 神你可以将封城恩典给我 虽然是一个过程 但是我相信神会给我 你相信不相信呢 神可以叫你成为一个 聪明 勇敢 美丽 开心的人 有成就的人 是祝福人的人 第三 就是要祷告求主 赐给自己动力去拿回来 是要动力的 是吗 你读书要动力的 你看圣语要动力的 你祈祷要动力的 你祈祷要动力的 神给我这个动力 给我有这个推动力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动力 经常去祈祷呢 因为我看到 那些报道家 怎样有能力去帮人 他们经历神的工作 怎样带领很多人信耶稣 怎样带领很多人爱主 神都可以用我的 所以我看到这里 真的 復兴是很少的工作 我就是神 你可以做到的 就是神就赐给我 这个心 真的有信心 神 你可以做得到的 那第四就是用行动 那你要计划的 你要计划 还有你要求主 求主帮我 怎样胜过我的懒度 爱世界的心 对神莫非关心 如果你对神莫非关心 你一定得不到的 你没有可能得到封诚的生命 但是当你愿意的时候 你计划 你想不想今天开始计划呢 一会儿我们在小组的时间 你想想有什么 你被魔鬼拿走了 你想不想以后 譬如有一天 真是我们离开世界 在这个墓碑那里所写的说话 譬如有人写说 这个是一个 祝福很多人的人 他虽然很平凡 但是他的生命一点都不平凡 他本来一个平凡的人出生 但是他祝福很多很多人 如果将来 这些人是纪念你 这个人真是好好的 真是祝福 周围的人都说他好的 都是祝福人的 我相信你觉得 你一生无愧 还有你带到很多人信耶稣 你一生无愧 我们求主帮我们 你想不想呢 我们一起祈祷 求主耶稣 将魔鬼所奪去的东西 拿回来